长股168 获利888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但你一路站到年底 现前看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二来电道端章线 211 0777 211 0777 新娘848个名额 名额有限 先掌信赢咯 隔光鸟 欢迎收看股市1.0 来看今天台北股市 受到了川普言论的余波荡漾 今天指数跳空往下 回测到了月线支撑 今天中场跌371点 收在23,398点 兼交量放大到5793亿元 将排是怎么解析呢 现场问你邀请到两位专家 谁愿换到永城国际头顾 许玉玲分析师 玉玲老师好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换到陈一群 分析师 玉玲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排名上瓜 找我刚好问你先请教 玉玲老师 今天的节目你一定一定要看 因为昨天大盘大跌了300点 今天大盘在盘中持续重挫600点 也就是说两天的时间 台股因为台积电 因为F4下压了将近快900点 这里它会不会是一个买点呢 来 请你看一下 我认为在三天之内 听好哦 在三天之内将会出现 黄金买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下午台积电会召开法说 我认为是正面来去做期待 尤其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前 指数形成拉回形成的一个重挫 反而是你接下来要跟上1.0布局的时刻点 因为台股已经超跌了 就如同4月19号 指数重挫的签点 主杀台积电 主杀红海的时候 我问你你在做什么 我在买股票 我在买台积电 我在买红海 那当然什么样子的类股 接下来会出现 报复性的大涨 你今天我的节目 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尤其我们手中的来意KY 昨天亮灯功上涨停满 今天又再度大涨7% 今天盘中重挫600点 我们的来意KY 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甚至合意又形成了逆势上宫的态势 还有邻居也形成了震荡收红的走势 甚至低价同板股当中的昆银 也形成了买盘的焦点 那你要知道的是 来 接下来网通的个股 低基期低价位的个股 尤其重期两天两支的涨停满之后 网通的黑马股1.0 非常非常看好这一档 他是谁 等一下第一手来去做交战 而在昆银邻居换手在宫之后 低价转长的铜板价位的个股 你一定要跟着我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低阶布局 那当然今天的营建的个股 真的是强强固 像是金城也好 贯德也好 形成的创高 营建个股的下一档该选谁 好 我跟大家讲 老实说 今天我不应该推最后一天的 因为今天有一件事情 让我深受感动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的168 只要一个月而且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最后的10个名额听好 10个名额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趁着急跌的过程当中 我会带你低阶布局 好 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今天有10站零距离 今天的10站零距离 不管你是多忙 你一定要拨控时间来看 很多人都在说 尤其今天的台积电 跌破了千元的石购 来到了986块钱的石购 它会不会是一个好买点 而红海跌破了月线 留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大跌的买点请你看过来 因为1.0今天会在 10站零距离上面 独家的交战 只有在10站零距离上面 独家的交战 而台积电红海大跌的买点 该如何来去做掌握 还没有订阅1.0的股市 1.0许玉琳YouTube频道 好朋友们 记得帮1.0订阅 按赞 分享 而我们手中的来EKY 昨天Bingo亮灯 今天再度的大涨创高 来EKY 接下来的目标价 该如何掌握 都会在今天的10站零距离当中 无私低手的分享 还没有订阅 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1.0的股市 1.0许玉琳YouTube频道 好朋友们 记得帮1.0订阅 按赞 分享 1.0今天的10站零距离 你一定一定要看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至少会比别人 至少低20%以上 这个叫做相信 看见 大赚 涨停的力量 来 说到这个力量 你可以发现到 来EKY 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我从生活周遭去找寻商机 我热爱生活 我热爱投资 我也是一个实战的操盘手 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来EKY 我从生活的题材 我从慢跑当中去寻找到商机 而我第一时间切入的时候 我是如何事先掌握 我是如何事先告知 来 请你看关键精彩的VCR 因为来E的股权非常的集中 尤其前十大股东 已经高达了八成以上了 千张大户是千张大户的持股 高达了88.85% 亲爱的好朋友们 这一档标的 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布局 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布局 亲爱的好朋友们 你是李宁家族的家人 来EKY 我除了是第一时间带你 邀请你来去坐商车之外 他有没有拉回来 让你再度的上车 绝对有 因为我从生活当中的题材 去寻找到来EKY的大商机 我说 这个是慢跑的1.0 你有看过吗 你可以看着1.0 砸着马尾 灰汗如雨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当年度慢跑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幕 我非常感动的现象 我中间的那个人 他看不见 他是盲人 盲人还参加慢跑 那你会说盲人怎么跑 他会不会跑一跑就跌倒了 不是 因为盲人在跑的时候 他前面会有一个 帮他牵着他 帮他一起跑的人 应该叫做倒盲人 应该是这样子 不是倒盲狗 是倒盲人 是真的有一个人 带着他一起跑 那其实我身上 我那一年慢跑的时候 我身上穿的是什么 紫色的 我其实蛮喜欢紫色 紫色的 阿迪达斯的运动衣 也脚踩着 紫色的 阿迪达斯的运动鞋 那因为我没有照到鞋 但是我从这里看到 近期的阿迪达斯的猜测 是上调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我帮我们的家人 去寻找到 来意KY的商机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来意KY 他有拿到 阿迪达斯订单 光阿迪达斯订单 和能够再成长7%的一个幅度 那当然除了阿迪达斯订单之外 他还有一个呢 源自于法国 总部在美国的一个呢 HOKA HOKA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去摆货公司看一下 他的球鞋真的是非常漂亮 很多颜色 所以我要照顾大家的是 目前的EPS获利将会上调的过程当中 来意KY的目标价 未来的目标价 今天 实战零距离上面 我会特别来去做分享 那当然来意KY 你可以发现到 我选他 除了从生活里面去寻找到商机之外 前十大股东高达了将近86% 千张大户的持股高达了88.85% 我问大家 如果大股东千张大户持续看好的过程当中 压回来当然就是你的机会嘛 所以我第一时间带你我们家人来去做布局 而且布局之后来意KY 亮灯功上涨停板持续的攻坚 而且我还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如果我没有说的话 我退出投资市场 因为我说过来意KY300块钱以下 就是你再度跟着我加码布局的机会 我们是李宁家族的家人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那当然300块钱以下 我们再去做布局的过程当中 来意KY昨天亮灯 今天的来意KY 记得哦 今天大盘是中错的哦 今天大盘中错 但是我们手中的来意KY却是大涨7%以上 昨天亮灯今天大涨7%以上 而且创下了近期的新高 这个就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涨停的力量 那当然除了来意KY之外 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现在的诈骗集团真的 为什么要这么生 你知道吗 我今天 我今天好像非常的忙 为什么我非常的忙 因为今天哦 有两位长辈真的是来到我们公司 你知道吗 我很讨厌说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我今天有两位长辈来到我公司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政府一定要重视诈骗集团 因为光这两位长辈跟我讲的事情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跟我说他被诈骗集团 骗走了大半的退休金 老实说我非常生气 你去骗那种老人家干什么 诈骗集团真的太可恶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确认是不是1.0本人我 因为我要老实跟大家讲 诈骗集团呢 也加入一点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他潜在1.0的Light 8里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你要确认是不是1.0本人 你可以打击诈骗来电确认 如何来电确认 请你可以打我们公司的电话 2511077 2511077 那当然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气愤的原因 是因为老人家 其实钱已经不多了 辛苦了大半辈子 他的一半的退休金 都被诈骗集团诈骗走了 所以呢这两位老人家 今天早上特别来到公司 他特别跟1.0讲说 1.0你那个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可不可以再开放一天 老实说 我听到我心都软了 我真的心都软了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你有困难 我愿意伸手来帮你 我说过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真的报名的人数太多 而且这一次真的只有这一次 真的只有这一次 一年一度的最大优惠 我今天真的加码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听好公司 只有10个名额 这10个名额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如果错过了这最后的10个名额 你不会再看到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我说到做到 我是因为今天早上 看到这两位长辈的这样的事件 我真的觉得需要帮助大家一下 那当然我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一个网通 今天的营件是非常强的 而且低价个股是有亮点 而这份的马赛克的资料 你如何取得 如何得到 都会放在Lide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你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1.0悬骨有实力 为什么1.0是实弹的操盘手 因为邻居 我就在刚刚起掌的过程当中 第一时间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提前卡位 来我是不是这么说 我是不是这么做 来请你看关键精彩的VCR 甚至这一波的一个邻居 而且在回撤十日均线有手之际 就可以来去做一个低阶布局的策略 做一个低阶布局的策略 亲爱的好朋友们 你有没有听到 我选到的股票 它是不是能够行为台面的焦点 而这一波的邻居 刚刚起掌 在震荡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的老师根本不会去关注他 只有1.0在第一时间 带我们家人来去做提前卡位 你可以发现到 邻居昨天亮灯 今天持续的攻高 而今天持续攻高的过程当中 注意一下 短线如果有高出的讯号 请你跟上1.0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观点 那大概除了这样子之外 台通 我认为呢 既集团作帐 而且台通 它又是泛洪海集团的 加持的个股 我在东森的盘中连线 第一时间来带领 我们的家人来去做布局 我也在东森盘中连线 来去做一个分享 那你可以发现到 当时我的台通 打出了非常漂亮的长线圆屋底形 我跟大家讲 我选的股票 都是具有底部形态 而且相对低基期的股票 而且它也虽然是呢 相对铜板标的的个股 你可以发现到 昨天的台通 形成的大涨 今天的台空 持续的收红 持续的震荡 而且来到了收盘的新高 这个就叫做1.0选股的实力 这也叫做 相信看见大赚 涨停就是你的 那大家为什么要跟着1.0提醒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 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这个叫做 相信看见大赚 涨停就是你的 那很多人都在问 今天的鸿海大跌 今天的台积电重挫 来 我跟大家讲 每一次的好的标的 它遇到了倒霉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紧盯着一点的动作 因为200块钱以下的过程 尤其鸿海 我还告诉大家 200块钱以下 鸿海的三大利多关键 而当时候鸿海还没有填席之前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200附近就是一个 再度让你加码上车的机会 那你会说 哇 今天的鸿海大跌 而且跌破了月线 留一个向下跳空缺口 怎么办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60分钟级别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人 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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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鸿海 60分钟级别的拉回买点在哪里 那当然从6月4号去回想一下 当鸿海连5KK 股价破新低 KD指标行程底背离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这里不准杀地 这里反而要你跟在我的身边 来去做低阶布局 当时候鸿海178块钱 而这一波的鸿海 如果你跟着我加码布局 在178块钱的鸿海的人 你至少都能够赚到 加码单的三成以上 那当然为什么要跟着一点提琴卡位 因为越早加入越赚越多 就像这一波的鸿海 我在3月初 鸿海刚刚起掌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鸿海 你要跟上1.0起掌的关键 但是你抱了鸿海很久 尤其你这一波 抱了鸿海15年 你卖在相对的起掌点 你很欧啊 你很生气啊 所以紧接着鸿海 接下来的布局机会 你一定要来找 最懂鸿海操作的1.0 那当然鸿海的本益笔 是否能够调升 我认为在于AI 而AI的占比 它已经确定拿下 GB200NVL72的大订单 而且挥达当中的 一个NVLink Switch当中 会助攻它的毛利跟获利 今年的EPS 大概11到12块钱 明年上看14到15块钱 如果以现在的本益笔来看的话 鸿海还相对的被低估 所以接下来鸿海 它的目标价在哪里 没有改变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是 如果你手中想要布局鸿海的人 请你来找最懂鸿海的1.0 所以我说 今天的实战凝据 你一定一定要看 因为台积电鸿海 大跌的买点一定要看过来 那当然 来意KY 我们在第一时间布局之后 来意KY的目标价 该如何来去做看待 还没有订阅 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帮1.0的YT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今天的实战凝据 你一定一定要收看 好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的是 为什么要跟着一点体验卡位 就像这一波 我们掌握到凝据的起掌 急去拉回 这一波的凝据 形成了一个盘面的焦点 甚至这一波合议 我们在实战凝据当中 当它拉出第一根红K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们的家人 可以做低阶布局 今天的合议 再度的一个攻高 昨天的亮灯 今天又再度的攻高 但是攻高不是要让大家 帮我们抬降 而是短线持有的人 可以逢高先获利调节的 那当然除了来意KY 我们在起掌的部分 拉回来找买点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今天的来意KY 再度的大涨7%以上 所以如果这一波 你错过了 像是邻居 像是错过了合议 像是错过了来意KY的好朋友们 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这一波的来意KY 尤其这一波的打击诈骗 人人有责 你可以打电话来确认 因为今天光有两位长辈 来找我的过程当中 因为168的报名人数 真的太踊跃 所以我说 今天额外开放一天的名额 只有这一天 明天绝对看不到 只有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带你一路赚到一个年底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而且听好 只有这一次 一年一度的最大优惠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加码最后的一天 把握住最后的十个名额 你现在就可以拨电话进来了 因为我说过 强谷168获利发发发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最后一天的最后十个名额 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今天的大跌 我有买股票 来 我跟大家讲 今天大跌 我带领我们家人去买股票 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都可以做见证 来 我们写一下 by 不好写 来不好写 就是by就对了 我今天就是买股票 因为我认为 这里台股已经超跌了 那当然台股在超跌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是 谁能够带你反市场的操作 而这一波 你一定要知道是 尤其台股跌破两万点的时候 只有一点 你告诉你 两万是台股的新地板 结果紧接着 4月19号 又来了一个大震荡大怒神 指数中错的千点就如同 昨天跌了300点 今天跌了600点 两天光指数的一个角度 跌了将近98点 我认为台股超跌了 我再说一次 台股超跌了 三日之内将会出现黄金买点 你不趁着这个时候买 你要趁着什么时候买 当然是要趁着这个时候买进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台积电挑战千元不是梦 虽然今天台积电 有一度的跌破了千元 但是很快的又收在千元之上 因为它的三难里的制霸 挥达赞成它的涨价 而且今天下午台积电 会有惊人的一个发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台积电的千元 它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外资会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 所以在实战零距离当中 我第一时间来帮大家掌握住 像台积电500多块钱的好买点 甚至在4月19号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当主杀台积电主杀鸿海的时候 你要跟在我的一个身边 来去做低阶布局的部分 而60分钟级别如何去做掌握 今天的实战零距离会独家的来去做交战 那当然为什么要跟着1.0体验卡位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昨天1.0的东森盘中连线 如果你有看的人 你震文绝对不会去杀D 我昨天光震文 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来跟大家讲 因为昨天的震文跌了大概5%还是4% 然后当时候又打来问 我说震文涨多拉回怎么看 我说多方趋势没有改变 请你拉回来找买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是这一波的震文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那当然除了震文之外 来低基期 具有低价的铜板标的一个重期 那买进的一个讯号 特别去留意到 年限有手之际 就可以来去做一个偏多布局的操作 甚至很多人都在问 今天是系统的这个减资之前的最后交易日 系统的下一步在哪里 我认为要看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谁 我说过的 他就是洪家聪 你要去想 为什么他去年8月份 要接下系统董事长的位置 因为他具有财务背景 而且财务背景的过程当中 透过减资就能够让他的财务比例变好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在去年系统二次投的部分 我已经帮我们的家人 第一时间来去做掌握 而系统在月线下方 它是不是一个好买点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它是的 为什么 因为系统在洪家聪的强力扶持之下 紧接着在减资能够降低股本 而且让财务比例更加的一个同时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位置点 为什么千张大户的持股比例正在增加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系统未来的目标价 该如何掌握 请你来找最会操作系统的1.0 那但是除了系统之外 光阳科我们也是在震荡压怀的过程当中 第一时间带着我们家人来去做布局 今天的光阳科形成了一个震荡电高 不为大盘重挫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昆银呢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来去做一个掌握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昆银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但是注意一下 短线高速的讯号该如何掌握 记得跟上1.0盘中的指令 那当然金城银建的个股 今天的银建个股非常的亮眼 今天的金城又再度的换手再攻 甚至贯德也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那跟在1.0的身边 你的成本会比别人至少第20%以上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掌听就是你的 就入同这一波的邻聚 我们掌握在起掌 我们掌握在拉回 而这一波的邻聚形成了创高 形成了震荡电高 甚至我们在实战零距离上面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人进去卡位的合议 昨天大涨今天又持续的攻高 在攻高的过程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那当然呢 来意KY 我们在第一时间来去做卡位之外 300块钱以下 我再度的邀请你跟上我买点的布局 昨天的来意KY 亮灯攻上掌停板 今天的来意KY 再度的大涨形成了排面的焦点 我要告诉大家是这一波指数重挫 我的股票邻聚 我的股票合议 我的股票来意KY 都是逆势上涨的 我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掌停板 你想不想拥有 我希望接下来掌停板是你的 因为我要告诉 我要帮助 所有想要参与林林家族的家人 因为你可以打击诈骗 来电确认 2511 0777 2511 0777 那当然因为今天有两位长辈来找我 光被诈骗集团 骗走了大半辈子的退休金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一个月的费用 报名的人数真的太多 所以反应太踊跃的过程当中 今天我真的额外 再召开最后一天 真的就是最后一天 反应太热烈的过程当中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我说了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只有这一次 听好 只有这一次 一年一度的最大约会 加码最后一天 把握住最后的十个名额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强谱168 获利发发发 只要一个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今天额外加码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的最后十个名额 一定要好好把握 广告中的话 请你赶紧抢名额 因为错过今天 明天再也不会看见 广告中的话 请你即刻拨打电话进来 拨桶电话进来之后 明天即刻带你来去做布局了 好 那么更多操车的建议管 后来继续再请韵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学点灵再把生债运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生技展即将来临的同时 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 我帮大家掌握到了 要滑药甚至训练形成的创高 下一档要特别锁定谁呢 来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你一定一定要看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 台积电宏海今天大跌 但是大跌的买点要看过来哦 而来意KY 目标价将会如何来去做一个呢 看待 还没有在YT上面去订阅1点的股市 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好朋友们记得帮1.0订阅按赞分享 今天的实战零距离你非看不可 好那当然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要滑药我们呢 掌握在实战零距离的好买点 而这一波的要滑药形成的震荡攻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要滑药以短线的角度而言 你应该要先站在卖方 先站在卖方呢 等到回撤五日巡夜有手之计 再来去做一个偏多操作 甚至训练呢 形成了一个震荡电高 这一波的训练筹码被锁定了 形成了一个盘面的焦点 那当然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来去做卡位呢 因为你的成本 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就像这一波的邻居 我们掌握在起赏 我们掌握在转车 这一波的邻居 又形成了换手之后的再攻 而合一我们在实战零距离上面 第一时间来去做交战 合一昨天亮灯今天持续的攻高 那当然除了合一之外 来意KY我们在起赏 甚至在300块钱以上 带着我们家人来去做第一阶布局 今天的来意KY 再度的大涨7% 而且创下了近期的收盘清高 如果这一波你错过了邻居 错过了合一 错过了来意KY 我希望下一档掌停板 你能够拥有它 为什么因为反应太热烈了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只有这一次听好 一年一路的最大优惠 1.0释出最大的诚意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最后10个名额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一路赚到年底 一年一路的最大的优惠 错过今天 明天不会再有 而且最后的10个名额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住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请光评了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 制作表家证券 无不当记彩无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要自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静静静靠加入一点的 LINE8小狼鼠 OK1788 小狼鼠 OK1788 二来电道端章线 2511.777 2511.777 新娘848个名额 名额有限 欣赏欣赏欣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